在這邊很好的環境裡面 最主要是盡量不要破壞 這個生態的環境 但是要讓一些朋友他能夠到達這個地方 所以我建議說 就從我們入口 然後走過這邊 到達這邊的這個地方 讓那個地面能夠順平 有凹凸不平的地方 你就把它弄成順平 然後至少有90公分的寬度 然後是平整 不是有斜斜的 那這樣做人影的朋友 他其實可以到達這個地方 那到了這個地方之後 他其實可以看到 這邊很漂亮的蝴蝶園的場地 那假設說 要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朋友來做一些協助 那我想這樣子應該就會比較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其實在這個地方 我認為說 或許可以有一些導覽的牌子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人家在這個地方看到的時候 他知道說 這裡有指斑碟還有什麼樣的碟還有什麼樣的植物 那在做介紹的時候 你就可以根據指斑碟它的特色 植物的特色 再做更詳細的解說 那這樣子人家就會覺得說 這個環境其實是很特別的 包括像這個生態的 生態的工法步道這些 其實都可以做為我們社區介紹的資源